现在的波落冲突国服号还值钱吗 这是很多粉丝在问的问题 以我这个大号为例 如果在一手游卖掉能有多少钱 满房16本的皮配值是680 我这个号是672 260几 四哥王的皮肤总计有70个左右 月卡皮肤全都有 没有断过 还有一些丹麦的传奇皮肤 对这个还是不错 然后场景的皮肤有十来个 包括这个海龟 还有天成九霄 一般般 宝石有一万一 点券有三千多 再看一下魔法物品 那这个就不是很多了 万能书是12本 英雄之书是18本 其他的都价值不大 连塞币还剩1100 突袭奖章4200 科技除了野猪和慢生法术 其他全部升满 四哥王全部升满 然后宠物除了闪销 全部升满 最后是装备 蛮王有23级的全套 灭外全套 女王23级的横冰剑 勇王是18级的精神 和治疗诸倦 润土18级 极数药水瓶 和14级 野猪骑士木偶 那夜世界这边 我基本不玩 十本前期吧 对了 这个号冲杯 还是上过6059 全国第95名 传奇奖杯 总计是31857 自我感觉 我这个号还行 只是没有上过1万杯而已 对比一下一手游这边的16本 平台给我的估值 大概是1500米 说实话 玩了6年 期间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 还充了4000多 到头来只值1500块 还是有点小小的难受 不过没办法 谁叫现在国府的环境 确实不太好